每天吃一瓜,封闭姐巴巴巴 摔下老瓜吧 王楚阳最近也是烦死了 之前因为大家老是吐槽他私下刻薄 所以他团队各种让他在公众场合都要面带微笑 但是他微笑了也被王老吐槽是假笑 一点也不真诚 甚至很多网友都说王楚阳是面油新生 私底下本来就是个刻薄的人 怎么能表现出一副当纯善良的模样呢 最近还有所谓的业内人士爆料王楚阳私下脾气差得很 尤其是对待助理 所作所为说是虐待也不为过 有一说一 王楚阳对自己助理态度差已经不是啥秘密了 之前就有他前助理发文吐槽 给他擦药还得跪着 公主都不是这样的吧 再就是还有给王楚阳做过手提的网友说 亲眼见到王楚阳现场欺负女助理 扯着女助理的头发 逼着对方不得不陪笑求饶 不知道还以为误入哪个霸凌现场 还有赞助商曾晒出了一张给王楚阳录ID视频的照片 爆料称之前经济奖的时候 王楚阳录视频一直记不住词 一直NG 卡翻了他就朝着他的助理大吼 某某某你别动你影响我了 咱就说这不就是典型的自己不行还要怪别人 王楚阳的助理离职率是圈内数一数二的高 经济人给他招助理的时候都不敢说是给王楚阳招的 基本上跟他干一两个月就受不了跑路了 心情这边的欧阳在这边 出品有很大任何乱阳的 那我用来说是安排了 我们被选择的连接 我们来看 这边有请 多少